各位晚安 我们现在七点半 是西岸的 七点半 我们现在做个祈祷 跟着我们又查经 耶稣基督 我们感谢赞美你 因为这个世界 是你创造 是你给我们有生命 不止你竟然爱我们 是祝福我们 是给我们将来有希望 是在神的家有份 所有信耶稣基督的人 都是成为神的儿女 所以我们感谢你赞美你 我们今晚奉你的名 我们查考圣经的话语 是给我们更得福 给我们清楚明白你的意思 因为世界现在是越来越麻烦 但是主啊 你是跟我们预备好一切 我们感谢你 我们就求主你 祝福所有的观众听众 给他们各个人都得着 给他们得到主的福分 是保守他们 和他们的家人 我们这样祈祷 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求 阿们 今天是3月14号 星期四晚 是希伯来历的5号 是那个月份就是Ada2 因为他们是有润年 今年是润年 所以他有13个月 所以就有Ada1和Ada2 因为现在已经是5号 过了两天 就是他们的7号 他们的7号就是 他们是 就是3月17号 就是摩西的生神 和他的死忌 这个我们顺便提起 这么说 还有这个星期刚刚过了的星期一 是3月11号 就是东日本大地震 那个纪念日 3月11号 在2011年 就是13年前 他们有个很大的地震 我们或者稍后讲 但是anyway 那你今天的题目呢 那个主题呢 就叫Packle Day Packle Day就是 希伯来话 就means count or counting or sums 就是那个总结 所以我现在摆一个title 都是这么说 究竟会莫 会莫的总结是什么 还有我再加多个注释 就说What really counts 就是人的生命 一个人 在这个世界 What really counts 这是什么是最重要的事 今天我们就用这个题目 就是他们用的 Tora Portion 就叫做是出埃及记 第38章 21节开始 直到是出埃及记的尾 到了40章 那么换之 就下星期 我们就是正式的 就是查另外一个书 就是利美记 那就是这样的情形 那 Well you know Count 或者Sum 就是总结 或者中文叫总结 那就是 刚刚就是38章 21节 就是说 它是做一个 Auditing 一个Accounting 就是个汇幕 就是那些物件 那些需要什么物件 什么金 银 那些报料 之类之类 What really counts 然后39章 就是说制司那些装束 然后39章 就是说做完 因为出埃及记 就是说说 他们离开埃及的第一年 第一年 就是在西拉 西拉山附近那里 因为呢 他们需要弄这个汇幕 就等他 后来呢 他们就是 就是跟着这个汇幕 就是在旷野那里走走 就是就是 就是好像一个 就是一个 Portable Temple Portable Temple 然后呢 他就是40章 就是说说 哦 他砌好了 汇幕 砌好了 这个就是说 他第一年 仍然在西拉山附近的 他们的 就是他因为要 你懂 整好了 然后呢 他可以 因为 因为那个汇幕 要跟着走 是吧 那就是呢 就是 就是那个汇幕的意思 就是说来说去 为什么那个汇幕 是这么重要 是跟我们 新约圣经 有什么关系 那么anyway 他就做完之后 那就是好了 这么说 那么这个呢 就是出埃及记 就是最后 我们这个星期 就是最后的 就是那个 功课 呀 Pakoday 就是 就是 which means accounts or some you know is the first word or the first words of the reading and it could be literally translated to read these are the accounts or the tabernacles 那么呢 就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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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uditing 或者是 accounting 那就是用这个字 用这个字 Pakoday 那么呢 就是三个字 没有的 那么呢 他就有个 number asign 那个number 六四八 那么呢 the last reading from the exodus begin with an audit of how the contribution of the tabernacle will use the portions go on to describe the completion of the tabernacle and its assembly and concludes by defeating the glory of the law entering it 那么呢 就 you know 平时呢 如果不是元年的时候 他就会 就是 you know 有个 Pakoday 然后再加个 Vayaqo 那么 就是两个 Portion 但是 现在 basic 就是 Pakoday 就是这样 如果是这样 如果是这样 yeah but anyway 我就读给大家听 由21节 就是38章21节 就读到26节 OK 这事发跪的帐幕中 尼未人所用的物件的总数 是照摩西的吩咐 经祭司亚伦的儿子 以他妈的手数点的 范耶和华所吩咐摩西的都市 犹太 之派 护尼的孙子 污尼的儿子 彼撒列造的 与他同工的 又 但之派中 阿希撒末的儿子 阿瀚烈利亚伯 他是挑黑象 又是巧象 又能用蓝色 紫色 珠红色 善和世玛售花 为祭圣所一切工作 使用的所欠的金子 按圣所的平 又29他年达得 并730社克纳 回中备数的人 所出的银子 按圣所的平 又100他年达 并1775社克纳 凡过去 数 那些被数之人 从20岁以外 有60万 零三千五百万人 按圣所的平 每人出银 半社克纳 就是一比加 原来这里有很多历史 但是我想说回 就是21节那里 这个总数就是六四八五 总数就是 Sum 或者Total 或者Count 就是说 这里有些小小的 Accounting 所以说 那这样 但是他说 谁负责 触摘那些 物件 就是 这个 这个 继续 这个 这个 继续 这个 这个帐幕 这个 这个圣所 摩西吩咐经阿伦的儿子以贪亚 这非常有趣 因为我们之前有说 将来我们有说 在里面有提到 就是阿伦有四个儿子 四个儿子 然后四个儿子就不是 就是个个儿子的欧琴上升 头那两个阿伦被安纳做大祭司的时候 他就头那两个大儿子二儿子那天会死 然后剩下两个 就是两个儿子 一个就是以利亚撒 一个就是以他玛 但是以利亚撒和以他玛 就是后来他们就是要负责做祭司和大祭司 就是所有的后代 阿伦的所谓后代做祭司和大祭司 就是这两个 一个就是以利亚撒的后代 一个就是以他玛的后代 但是我们以前已经说过 原来turn out 以利亚撒就是被神使用的 就是以他的名字 就是以太玛 就是他的名字 我们已经证明过了 将来这些经文我们会再看 那就以他马 那就不是很好 因为为什么呢 他的后代就是 turn out就是短命的 还有他们是有 就是很多是反 就是他们做祭司 但是就是反对神的 反对就是 以利的后代就是 就是个个男人都是做死的 那就是 就是做祭司 原来有分一些是好的 还有not so good 所以呢 这件事就在这里 波西指明就是 以他马负责 数银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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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些金银纸 那些 那就是 in a way 如果你想 就是kind of light 就是similar to 个尤大 那十二个门徒 就有一个叫尤大 尤大就是负责数银纸 那就是in a way 就是parall 就是parall to a man 就是to这个 去看一看一看 那就是very interesting you know but anyway 那就是这里 就是 原来我们是这样的 那他就是没错 他砌好了 这个 就是个回幕 然后外面就有个 就是个cutain 就是围住个 原来就是他里面的 原来的ground 就是那个是tabernacle的ground 因为不是个个都是可以进来的 那就是所有这些是说进来的 那就是他们也都不能够入过圣所 在旧约那里不能够入圣所 那就是 是 原来我们解决就说 因为耶稣说 我是 就是 道路真理生命 道路真理生命 the way the truth and the life 那是什么意思呢 那就是因为 整个这个 这个 这个 会幕 这个 所有的家师 所有的陈切 所有的 就是那个pattern 就是其实是讲耶稣 讲耶稣 那所以呢 因为耶稣就是 他就是the way 就是你要神那里 去神那里 是 You know He is 以马来里 那就是God with man 就是神与人同在 那就是要靠什么呢 我们现在就不是靠那些动物的 就是祭物 祭礼 我们就是耶稣 因为一次过搞定 那所以呢 祭坛就是 就是好像主 他就为我们牺牲 他就做了祭礼 那然后呢 那然后呢 就是the truth the truth呢 就是说 哦 那我们呢 就是靠那些水 是 的 结症 you know the way the truth 那就是 因为耶稣就是那个真理 真理 那呢 就 神的话呢 就是神的道 就是耶稣的数 那就是 就是我们就明白了 哇 我们是完全是靠神的话呢 是支持我们 那让我们 仍然是日日是平安 日日是过日子 如果没有神的话的安慰 拜领 祝福是帮助的时候 那我们就 就经常都是怕了 怕又不然 那我自然就是很多教会啊 或者是那些教会领袖 我宗教领袖呢 他们仍然都是太过 太过自我 他们呢 就经常说 啊 你经常都骚髒啊 日日骚髒啊 日日悔改啊 要祈祷呢 又要 灵修要几个钟头啊 要是 尽心尽以尽力 这样爱神啊 你知道我们没有个人是做到的 就是说啊 讲啊 就是好听啊 就是 就是 救药就是这样做 救药就是这样做 尽心尽性尽以尽力 这样就说 爱我们的主下 那个就是律法的总结 但是我们现在不是 原来就是靠那个总结 因为那个总结 无用 因为为什么没有人做到嘛 你知道 所以呢 他们没错 那个圣殿啊 或者会幕呢 就是一定是由东边进来的 由东边进来的 那我相信呢 就是有时我们中国人呢 就是东边进来的 那就是很明白 因为我们是我们 我们就是耶路撒冷 就是他都说 即是他们 即是他们 他们那些人 信帝那些教的 他就说去西天啊 极乐啊 那就是说 由东边来的 我们感谢主 但是我们现在不是了 因为耶稣呢 就是洁净了我们了 那就是 是给我们灵魂得救 那然后呢 就每天是 跟他们洗脚 那所以呢 我们根本呢 就是洁净了 所以呢 主呢 在新药圣经就说 我们现在是 就是私人座前 就是呢 我们已经 是有圣灵 在我们里面了嘛 所以呢 我们已经是得到国和义 就是呢 所以呢 所有其他东西呢 都是神会给的 OK 那里面呢 所有的 那些家事啊 那些东西 那些东西 全部都是 说耶稣啦 我们讲过的啦 有多啊 有穿 有里面的膜啊 你知道 就是我们同神呢 主啊 没有隔膜啦 因为呢 圣经说我们 我们是神的儿女 神的儿女 就是说 我们可以 走到他的私人座前 是可以得到 随时的帮助 好吗 OK 你知道 我们是这样 就温一温啦 我们呢 就是之前 就有这个 这个 这个就是呢 上个星期 我们也有拍过 不过呢 温一下 这样的时候 试着一下 给我们享受一下 OK even the parts of the tabernacle every furniture every material every vessel every colour every metal in the tabernacle every part of it cries out glory and something wonderful happens when you come to church and you see the glory of the Lord Amen you are being transformed by beholding the glory we see the tabernacle proper now let's go inside open up the top and let's look inside the holy place shall we all around you you see the golden boards each of this golden board is you and I we are hidden in Christ so that God does not see us in our wooden infirmities frailties failures and sins God sees us in the golden righteousness of Jesus' divine beauty let me show you a picture of the candlestick of the lampstand the three branches on the right and on the left okay when you light them your light must face the centre shaft which is a picture of our Lord Jesus Christ God wants you to know is this everything you do is to bring glory to the centre shaft the Lord Jesus Christ you know your marriage is to bring glory to the Lord Jesus Christ it's not just to satisfy each other's needs because that becomes a very small world and you'll be frustrated with each other because there's no way even how much love you have without a higher purpose that marriage becomes natural if you're not building your career on Christ focus on the glory of Christ I'm telling you it becomes empty you wake up with a feeling of futility in everything frustrated don't spend your best years pursuing small ambitions people you were created for greater things the solid slab of gold the lid that covered the entire arc of the covenant that's the main focus of God's word in fact everything about the tabernacle focus on the mercy seat and let's look at the blood on the mercy seat now their blood is sprinkled so for every violation of the law the blood covers it so you come to God come boldly when you pray pray boldly when you seek God see a God who is no longer mindful of your sins He cannot be anymore if He's righteous he must be righteous to what Jesus did and He designed this whole thing so that He can show forth His righteousness and be your righteousness when you order your life in such a way that you are in perfect alignment with God it's like a river going the same direction everything flows in your life Amen Amen 真的好大的安慰 我们知道 主要已经预备好了 所有的形式 让我们明白 but anyway so what counts what counts 我们看一下 今天的题目 Percode 这个字 就turn out 除了wark counts 或者sums turn out 也是另外一个意思 意思是numbers,wishits,punish,appoint,judgements 或者overseer 换句就是最重要的 就是你的老闆是谁 就是wark counts 就是overseer 它是command 领导 它是incharge production 就是我们的life就是wark counts 就是这个圣殿里面的自圣座中间的约柜 因为约柜就是代表耶稣 圣殿就是代表我们的教会 我们就是所有信徒和耶稣一通乱合 因为我们就是基督的身体 所以wark counts 所以这个字pacody就是很奇妙 譬如现在的犹太文 仍然都是这样的意思 我派了pacody进去 然后出来就是chief 换句就是最重要的东西 the important point 或者important person 就是如果你是一间公司 或者是一个section 那你的important person 就是那个leader the chief of the village 是吧? commander、leach、my law you know you know doesn't matter what language 就是what count what count 就是我们的领袖 我们的领袖是什么? 耶稣 有些人误会了 有些人说 我们是跟什么教会的 那我们就跟某个出名牧师 或者跟某个中派 那些就歪了 因为为什么呢 我们的life 究竟是跟耶稣 还是跟教会 我跟某个牧师 某个人 ok 因为呢 旧约那里呢 他们很多时候 就是想头 就是跟摩西 或者跟阿伦 因为阿伦说 他做祭司嘛 所以呢 但是你看到阿伦呢 就 由头到尾 就整天出事 由头到尾 整天出事 所以呢 为什么呢 他后来四个儿子 一出马的时候呢 就后来呢 阿伦 他 头到两个儿子 就死了 是吧 那就是神呢 没错啊 用阿伦呢 就做picture 但是呢 阿伦那个呢 就是一个bad picture 但是呢 耶稣呢 当然啦 他完全perfect的 那就是神呢 天父呢 就预备好他呢 就为我们呢 做最伟大的牺牲 他就为我们死 所以呢 所以呢 一会儿呢 我们就领圣餐 是吧 他说我们呢 就是每次领圣餐 每次纪念他的死 但是呢 你知道呢 因为他的死呢 就是给我们呢 有丰满的生命 有永远的生命 是给我们得医治 得祝福 得平安 是给我们得每日 得安慰 啊 我们啊 茶经呢 就个个星期啦 但是啊 其实你可以是 每天在家里做 啊 主 这个呢 主要就是 你和主 是一同坐直 啊 所以呢 我们 应该是这样想 啊 那就是 yeah 所有那些 灯台啊 陳切柄啊 you know sensor 就是那些香啊 香炉啊 还有那个药柜啊 全部呢 全部呢 就是说耶稣 说耶稣 yeah 所以呢 要清楚 是啊 也是 整个idea 浴跪 所以现在我们 没有回幕啊 没有圣殿啊 但是呢 我们已经有 spiritual的圣殿嘛 因为 为什么呢 我们的身体呢 就是 就是 圣灵的点 啊 我们 基督的灵 啊 圣灵呢 所以呢 我们 现在呢 就已经是 就是 拍到那个 Body of Christ 因为你信到耶稣 的时候 你已经有 圣灵 是在你里面 是啊 所以我们呢 就是 新的药柜 I mean 新的 新的圣殿 我们呢 就是好像那些会幕那样 是一个pottable temple 可以走 去到哪里都可以祝福人 是 我们是做祭司嘛 那 其实神的意思 一直都说 要 根据那些 那些子女呢 就是做 个君尊的祭司 那新药是这么说 但是 救浴都是的 那 那就是 主本来的意思呢 就是想说 他们犹太人呢 就成为一个 是 祭司的 Nation of Peace 那 但是呢 就是 他们会在意 他们也是当 当了说 要经中间人 要经阿伦 那 那就是要经摩西 要经律法 那所以呢 就是他们是 变成 是 又不咸 不淡 那就是呢 不坎不义 那就是呢 那这个是旧药的问题 但是 新药也是有的 那 那新药 在末世教会呢 就是主就说 他不坎不义 那不坎不义呢 就论益了 那因为 为什么呢 主说要套他们出来 那这个是讲那些 教会领袖 OK 所以呢 那我们应该是 望耶稣 那就不会 因为那些教会领袖 就是说错 行叉答错 那就影响到 整个中派 整个教会呢 就是 是有很多 很多问题 那但是 仍然是主爱的 主是 神的儿女 是主爱 是 我们是有 就是耶稣的拯救 是 我们有圣灵的生命 我们呢 是 已经是神的儿女 就是 就算你去错教会 或者你都不是一个 就是一个 阻拦 就是 因为我们是信耶稣基督的 是 不致灭亡 是犯 信主的名 是信神的儿子 是耶稣基督的手 那就不致灭亡 犯得永生 Amen 所以 这个字 Pagode 这个字 actually 就是 在第一次用的时候 就是 薩拉 就是 他是 主要是 探 就是探 阿伯拉罕和薩拉之后 一年之后 他就是 就是 被他 成就 成就 做什么呢 就是他的 promise 被他 90岁的时候 生了 是他自己生的儿子 那样 那就是 他呢 就是 主呢 就是去 捐固他 中文叫捐固 但是呢 actually 是探访他 就是主探访 主跟你同在的时候 就是他好像跟你探访 跟你say hi 那样 所以呢 就是 就是 因为 主是我们的 我们的主嘛 所以呢 所以呢 他去探访呢 其实就是 聖灵住在我们里面 那 这个就是 就是 就是 神与人 同在 所以呢 这个是 对阿伯拉罕的应许 就是 二十一章 第一节呢 就说 耶和话 安着先前的话 捐固撒拉 先前的话 殿照他所说的 吸撒拉成就 那所以呢 就是 神呢 就是用 他的话 和他的探访 那就是 是 fulfill 他的promise 就是 神说了 就一定 一定算数 那 然后呢 创世记 是 就是 最后那一章呢 里面呢 就是 就是 埋尾最后那几节呢 都是 有这个探访这个字 这个探访这个字呢 就 in fact 是重复的 那呢 就在 创世记五十章呢 若瑟能死的时候呢 他就 就 就讲这些话 我要死了 但神必定看顾你们 令你们 从 这地上去 到他 起誓 所应许 及阿伯拉罕 以撒亚国之地 啊 若瑟呢 叫以色列的子孙起誓说 神必定看顾你们 你们 要把我的闲骨呢 从者里搬上去 那么 若瑟死了 剩一百一十岁 人用香料 将他分裂 把他的修炼 在棺材里 停在埃及 那么呢 这个呢 就是创世记五十章 那个ending 那个ending 就是最后的三节 那么呢 他这里呢 又是用那个字 拍高地 那些字 拍高地 那么呢 就是说什么呢 就是 他呢 就是 若瑟做了一个语言 一个语言 其实两个语言 那么一个语言呢 就在二十四节呢 就说 神必定看顾 那么呢 就是用 actually 拍高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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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么呢 语的手就变成 必定看顾 因为他们 usually repeat 那个字呢 就是一定 一定 拍高地 那么呢 就 什么意思呢 就是说呢 那些语言呢 他会有一天呢 他就会令他们 离开埃及 去迦南地 那么呢 就是神应去他们 那么 所以这个呢 就结束了 四百年之后呢 就成就咯 是吧 若瑟呢 就是 被他们去埃及 那里 在那里住了四百年咯 四百多年了 那么然后呢 就后来呢 就是这个语言 就是 换之是若瑟死死的时候 就语言 就是他们会回去迦南地 这个是神的应许 那就是用这个字 拍高地 拍高地 就是说 换之呢 就是那个 outcome 或者what count 就是说 哇 因为为什么 如果神的语言 不count的时候 就是有什么意思 但是呢 因为神的话 神的话 就是真理 所以呢 就是拍高地 拍高地 那么呢 那然后呢 就是25节 也都有这么说 他说 若瑟叫以色列人的子孙气势说 神必定看顾你们 你们要把我的鞋骨 就从这里搬上去 那么这个呢 就是好像 说在那个时候呢 他就会拿 若瑟的 那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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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个棺材呢 搬回去 又是那里 又是那里 搬回那里 那这个呢 就是预言成就 那么说 但是actually 我觉得这个 也就是说 是什么呢 就是说 耶稣的故事 那是什么意思呢 因为呢 这个呢 如果你看英文的时候呢 这个呢 他又是露骨 那怎么露骨呢 他就说 Joseph took an oath for the children of Israel God will surely visit you and you shall carry up my bones from hands 那么呢 这个呢 是说 这个呢 就是说 神呢 就一定会 来看你们 那么说 and then呢 你们呢 就会拿 my bones from hands 你知道 就是拿什么 拿就是 当时呢 就是药室的骨 但是呢 这儿呢 就是 耶稣探他们 那么 那么就是 谁是负责的 就是 将耶稣的骨 搬 那么呢 就在十字架上 搬下来的 那就是 那些犹太人 尼哥帝母 和若翰 那么 所以呢 那这个呢 就是 耶稣是来看过他们 那么 所以这个 就是一个语言 就是药室说的 他临死的时候说了 但是呢 这个呢 就是 如果耶稣没有来 或者是 没有预言 这个 自己没有成就 那时候 那就 not so good 所以呢 所以呢 这个真是很高贵的 那 然后呢 新药 都有这些 这样的经文的 新药呢 就在白来书 第八章那里 那我读中文 这个是英文的 跳下去 他说 我们所说的事呢 其中第一要紧 就是什么 就是 要紧呢 就是英文叫做sum 就是说 我们正话 就是说 他们不错 他们做了个帐幕 是physical 是 要做得很漂亮 就是呢 就是呢 把他们的pattern 在天上的圣所 但是呢 就是 but really what kind 就是个spiritual the spiritual 就是说 新药那里呢 耶稣在復活升天之后呢 他就已经坐在天父的右边 那就是 that's what kind that's really what kind 因为为什么 他是我们 我们的救主 那所以呢 所以呢 在天上的圣所呢 就不是用 不是人砌的 是现在主自己砌 砌好的 这个呢 就是真像王 就是真像王 那主就做过了 执事 那就是说 他carry out all the things are necessary 是啊 因为他就是我们的大制使 大制使 就是great high priest great high priest he is our great high priest 不是high priest 就是呢 就是不是人啊 不是 甚至不是阿伦的后代 因为为什么呢 这个呢 就是 是亲身的制使 大制使 所以呢 很奇妙很奇妙 yeah 那但是呢 我很相信呢 就是 就是 一个的教训 就是因为 现在你看他的世界很乱 是吧 所以呢 就是主 其实意思呢 他就拯救 尤其是末世的时候 拯救更重要的 那就是我读给大家听的 浪马书 是 又是第十章开始啊 那就是 就是因为人类 心类呢 相信呢 就可以清意 口类承认呢 就可以得救 啊 福音 福音 传起信的人 他们的脚 终何能皆美 只是人没有 都听从福音 因为以赛亚书 主下我们所传的 有谁信 信 有谁信呢 那这个是很真实的 就是呢 所以神呢 就是用过教会呢 就是全福音呢 就是给万国 是吧 那但是呢 就是不是 我们就搞定了呢 那我 I'm sorry to say 就不太好 那就anyway 在罗马书第十章呢 继续 就是下面那句 我见信道的是从听到来 听到呢 就是从基督的话来 但我说人没有听见吗 诚言听见了他们的声音传遍天下 他们的言语传到地极 我再说 以色列人不知道吗 先有摩世说 我要用那笔成 指文的 惹动你们的奋恨 我要用那笔子的文呢 触动你们的老气 又有以赛亚放胆说 没有寻找我的 我叫他们遇见 没有访问我的 我向他们显然 至于以色列人 他说 我整天伸手招呼 那搏逆顶罪的百姓 你看到现在的末世 是仍然有很多 以色列人不肯信 所以他们现在搞到 中东那里 大祸 搞到很多的争战 所以 因为呢 为什么呢 他们不是不知道 他不是不知道 但是呢 他们就是不肯信 所以呢 就不是说 噢 你走去全道 他们那些人就很信 所以那是classic case 就是以色列人 是不是 但是呢 也都 所以呢 神呢 也都不是说 一定是用个 就是教育 他有自己的方法 他有自己的方法 我很相信 就是主要想救 是亚洲人 和非洲人 所有的 整个世界 所有的种族 都拯救 这个呢 末世的时候呢 只会用那些 超凡的方法 那麽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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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就想说呢 就是 用个example 就是说 new year day 的earth quake 那麽呢 就是日本呢 他们在新年那天呢 就在那个 能登半岛那裏呢 就有个地震 和海潮 但是你知道 为什麽是新年 那麽有趣呢 因为新年呢 就是日本 就是最重要的 宗教的 设置 那麽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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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那麽呢 他那麽呢 他們那麽是 就是用中国的力 但是呢 他那麽呢 他那麽呢 那麽呢 所以呢 那麽呢 所以呢 那麽呢 他们的宗教呢 仍然都是 沒有什麽變 他就说 技能我就跟西方 但是呢 那宗教呢 他們的信仰呢 就是 仍然是 自己傳統 那麽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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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是用农历,但是日本人因为他们转了,但是他们用西历的新年 所以那一天早上天王祝福他们,在电视里祝福他们 但是后来下午地震海潮,所以这件事都是挺有趣 我之前有分享过,在1月1日之后的地震,我那星期和之后都有分享 就是讲地震的问题,有个叫犬山羊子,是日本的基督徒 他去了台湾,嫁给台湾牧师 他在2日,地震之后第二天,他就有这样的分享 神教会台北神爱教会,就是犬山羊子牧师受访表示 已与石川当地的牧者联系,目前仅知牧者正在避难中 就他先潜在日本边乡宣教经验,该地属于能登半岛为知名的观光景点 同时,那这地亦是传统信仰认罪,狠难全福音的土地 当地牧者多数都会遇到强烈熟灵增测,当地民众难以认同教会 犬山羊子表示,因此去多,牧者一事难以生存 这个我们也有说过,他们是那些乡下地方 他们是很崇拜天王的,他们是神道教 他们是神道教,基本上是天王系的太阳女神生他出来 所以,anyway,这个犬山羊子是日直的 他表示,对于日本来说,民众是狠重,暗重过年的 而这一连串灾情都让人民感到震惊 这个灾情,注意到他们的问题是什么呢? 他们的犬山羊子又分享自身长久的宣教观点 发现教会少的地区的灾害的机会是相对高的 所以311,他又说回,311都是感情型的 刚刚星期一,就刚刚311的纪念 我就是想说,bring out the point 就是311,你看回那一年,2011年,他们的假期 他们的假期就是,日本人的假期大多数是跟国家的 新年就放3日,1,2,3 然后有些是他们加上去 但是呢,譬如有些,这个Z Subburn Z Subburn是一个什么呢?就是拜鬼的 他说拿些斗,就是想说扔那些鬼 然后呢,就是等那些鬼走路 但是,你信不信呢?就是说,但是他们是这样教 就是说,走去那些,他们的神道 就是他们的神社那里,就是扔那些斗 然后呢,就是希望那些鬼走路 那个是2月3日 然后2月11日呢,就叫做Lational Foundation Day Lational Foundation Day,其实是一个宗教的 虽然他就说是他们的国家的人 那么,他怎样是Foundation呢? 他就说呢,早期是很早很早的 那个天王呢,就是太阳神就生了他出来 或者叫他做差不多是早期的天王 那么,所以呢,他就千几年呢,他们就是拜那个天王 千几年,因为为什么他说 哇,原来就是他们的皇帝呢 就是真的,就是好像中国人说的天子 他们就说天王 那么呢,就说因为呢,他们是太阳神 生了他出来的 那么,所以呢,他们知旗呢 他们知旗呢,他们的宗教和国家呢 就是呢,就是联系的 那么,所以那些旗呢,就弄了个太阳在那裡 太阳,就是那支旗呢,就是代表他们的神 那么,所以是很... 真是很...很 sad, you know 但是,就是... 就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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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很难信耶稣 很难信耶稣 因为他们... 他们就很硬颈 他们就说,哎,我们跟啊 跟我们的阿羊啊 我们跟我们的王啊 那么,那千几年是这样信 那么,所以呢,就是... 那么,就说回了 没错,3月11日,2011年呢 就是13年前的事 那就是,这件事呢,就是很sade的 但是,anyway,就是这样的sade 那,那呢,就... 我想说一个是... 这个呢,就是一个video呢 就说,就是有人是关心 就是有个西方的... 原来就是两个父子 就走去关心他们 那就是有几年呢 就是... 地震海潮之后的几天 那么,他们是去那里探 那么,就讲那里的故事 Sendai,Japan,2011 Tsunami Relief Work With Move With Compassion Anthony Niko 和我,Steven Niko traveled to Tokyo and then from Tokyo on the bullet train to Sendai to the area most affected by the earthquake and tsunami As soon as we arrived the earthquake damage was evident everywhere we looked the effects of the tsunami were horrific and heartbreaking driving for miles and miles as far as we could see the devastation was unending everywhere we went we saw shattered lives a broken world as far as you could see there was wasteland left as a result of the tsunami waters the closer we came to the coast the more intense the damage we saw our visit to Seaside Bible Chapel before we left Singapore for Japan we prayed and asked God for direction in our efforts he led us to concentrate on a church and pastor that had lost everything by divine appointment we tracked down a dear brother pastor Naito of the Seaside Bible Chapel located on the coast of Sendai what we encountered was overwhelming in scope and size of loss as we entered the neighborhood of the church building we saw massive metal buildings shredded only industrial quality structures had any part remaining above the foundations weeks after the event and bodies were still being extracted from the wreckage pastor Naito led us deeper and deeper into what had been the residential area where he and his family lived for years this is the neighborhood of the church before the tsunami this is after the tsunami Seaside Bible Chapel before and then after the tsunami the church and pastor's home gone and I see through you pastor Naito told us the amazing story of how he was spared after the quick before the tsunami came he sent away his family but he remained behind to keep things safe as he said to read the Bible he opened to Genesis 19 it was the story of Lot being told to flee from Sodom and Gomorrah he felt an urgency to leave immediately he quickly got into his car and fled while the tsunami came right behind him he returned to the area finding all was lost he set up a meeting area to pray for the people there he could minister to their needs we went to encourage this dear brother and he encouraged us even though he had lost everything he stayed focused on his call we prayed together the Lord opened doors for Pastor Naito soon after the tsunami and he was offered a place to meet I told him we wanted to help him so we took the first step we donated to help rent a coffee shop where the church will meet to worship Jesus it's a nice place for which his church will meet the needs of a broken community please keep praying it's a time of harvest in Japan many will come to Jesus Yeah, you know it's really exciting but you can see if you look up now they still don't kno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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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in fact he said that Sandai is very famous in Sintai Sintai is very famous because they have a lot of the videos and cameras focus on Sandai so many people are looking at that but actually turned out 就是另外一個裡面 另外一個 prefecture 我們以前公里讀書的時候 他們每個Classroom都有個P屋 我們那個P屋 是猶豫基 但不过,区域每个院,他们最伤最伤的就是北边的院叫Iwate 没错,Miyagi,好像Sanda,都是923人死,923人 但是北边的城市是没有人去拍的,因为那里没有人去探 所以那些Helicopter,那些TV crew就没有上去拍那么多 但其实因为他们人少,但是他们死亡的反围更多 所以Iwate我觉得是最伤的,死亡率最高 所以我就想说说一下Iwate的故事 Iwate就是北边这里,就是这里 这个差不多是最北的,他们多数人就是说这里 但是Iwate那里有个死亡,就是much,much,much much,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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much 所以你看,这个就是没有人说太多 那我其实就是有一个视频是online的 我就想给大家看就是,you know,it's very strange but you know,这个故事就是,you know,need to be told 阿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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现在就找一下 有没有这里的church 当然现在就是多很多了 那這裡就是剛才的那個湯 就是這裡 這個就是剛才他分享的church 就是分享那個就是這個 你看到這個就是最近的情形 就是說有兩個建築 這個是很小的 就是幾十年都是升兵不遠 升兵幾十年 但是你知道 如果你看回2011年 八月的時候 就是說換這個海嘯 是沒有damage 但是你知道 There's no need to build another church 因為為什麼 他們預路過了十幾年 他們仍然是這樣的size 沒有變 我不太確定他們是不是 或者他們多了幾個人 但是這個原來是不是神的意思 就是說 他就在那裡好像一個outpost 那樣是守住 守住outpost 他們覺得說我已經盡了策了 但是這個就是turn out 就是不只是日本教會的問題 也都是西方教會的問題 就是他們覺得呢 就說我們已經傳了宣教士去了 就是他們去那裡做了幾十年 然後他們 但是沒有人信 沒有人信 因為為什麼呢 他 seems like yeah 他們是2011年 是這樣的 2022年 又是這樣 就是說這個世界就是這樣 但是你要知道 這個呢 就是turn out就是 就是過去 然後又過去二十幾年 2001年開始 所有的地方 所有的地方 就好像那個日本姐妹那樣說 一個牧師 就是台灣的日本姐妹 那就是turn out 所有的disaster 最大最大 最多人死的那些 這裡就是 又是 印度 阿富汗 阿爾加利亞 然後伊朗 然後這裡是印尼 這個就是那個 這個就是那個 Boxing Day 那個 死了二十二萬七千人 那麼就印尼 巴基斯坦 印尼 China都有四川 四川 死了八萬七千人 那麼就印尼 然後海地 China 那麼日本 這麼說 那麼這些呢 如果你這麼看的時候 那裡是沒有教會的 沒有人傳教 沒有教會 沒有公開的 神的兒女 那為什麼呢 因為呢 這個就是聖經講的 是呀 我讀給大家聽 OK 由Creation Growling and Travelling in Pink 到現在 在羅馬書第八章 又有這樣的經文 受賭之物 設望等候神的眾志獻出來 因為受造之物 福在虛空之下 不是自己願意 乃是 因那叫他如此的 但受造之物呢 仍然指望脫離 敗壞的核製 得享神義女自由的榮耀 我不知道 一切受造之物 一同嘆息老父 直到如今 那麼這段是什麼意思呢 受造之物呢 就說Creation Creation就是什麼 天和地 天和地 那就是包含什麼呢 所有的地方 所有的國家 所有的海洋 所有的火山 所有的世界 山谷 山 天和地 太陽 月亮 那些全部都是受造之物 Heaven and Earth 英文 所以是受造之物 原來他們有個心思 所以他在撤望 撤望 撤望 就是說他好像有個思想 OK 那還有呢 他說受造之物呢 就說不是自己願意 那就是說有個Mine 有個希望 有個撤望 有個願意 有很多那些思維的 那他就指望什麼呢 就是希望看到神的種子顯出來 那種子是誰呢 就是神的兒女 就是假會 就是有熟靈的 就是有神靈的祝福的信徒 是神的兒女 神的兒女 但是呢 他們你去 你去正說那些 那些省那裡 或者去 Iwate 或者是 Sanda Miyaki 那些 他們那裡沒有教會 你看看 剩下一個教會 一個牧師 神恩典被他過棍 但是呢 所以呢 所以呢 在那個情形之下 他們說 一切受造之物 一銅碳色 勞虎直到穴金 所以呢 你看到天和地 就在那裡 地震啊 海嘯啊 世界在那裡 暖龍 那樣 所以呢 就是 這來說 所有那些自然的災難 就是 原來 就是 就是 聖經就說 他們是 有個 有感而發 你知道嗎 就是 那些地震 海嘯那些是 有感而發的 所以呢 這件事是真事 那 就是有些人就說 但是有些教 國家有教會的 就是呢 很多是基督教 天主教 什麼教的教會 東正派的教會 國家 他們為什麼 為什麼 都是有災難 我這麼說 是有 是有 我解釋就是 因為他們守舊樣 所以他們守舊樣 所以他們守舊樣的時候 神 不會當他們是有罪 當是無罪 因為為什麼 因為他們守舊樣 因為他們不是 我相信他們是信耶穌的 但是呢 好像是舊約的 那些猶太人一樣 他們是信神 但是呢 不是說表示他們 都對的 他們好像說守舊樣 誰知道呢 就舊約呢 就弄到他們 是受到舊約的審判 例如說 他們很流行的就是 有歧視 歧視別的國家 歧視別的中派 歧視別的種族 那麼說 那就是 薩摩爾記後 第21章 就是有這樣的記載 他說 大衛年間有饑荒 一年三年大衛就求問耶和華 耶和華說 這饑荒是因蘇羅和他流人血之家 殺死畸辯人 原來呢 這畸辯人呢 不是以色列人 乃是阿摩利人所成的 以色列曾向他們起誓 不殺滅他們 蘇羅卻為了以色列人和猶太人發熱心 想要殺滅他們 大衛王召了他們來 問他們說 我當為你走者行呢 可用什麼屬者罪呢 指你們為耶和華的產業祝福呢 那就是說 換之呢 是扣弱呢 就是需要耶和華的祝福呢 那他們不能夠犯罪的 因為他們是under律法的 所以呢 這個就是很大件事 那什麼情形呢 就是解決呢 這麼說 他後來呢 就是要抓了 是將七個的 是蘇羅的 就是蘇羅王的後代 七個 然後就把他殺了 然後呢 就是什麼時候呢 就是 就是 Gabian呢 就將他殺了 然後懸垮在山上 就是掉在木頭 然後呢 然後呢 這七人呢 就同一日 一同死亡呢 被殺的時候 正是收割的日子 就是 動手各大脈的時候 動手各大脈呢 就是什麼呢 各大脈呢 就是什麼時候呢 就是First Harvest 就是正月十七號 正月十七號 那這個有什麼意思呢 因為我們知道 Lesson十七呢 就是 就是耶穌復活的日子 就是換之 這個也是有屬令的意思 就是說換之呢 你如果想靠舊藥呢 就是end up 就很多 end up很多人是歧視 但是呢 也都不是說沒有的 那就是舊藥嘛 那所以呢 他們是會受罰 受審判 但是呢 不只是飢荒啊 也都是有人會死 那所以現在呢 就是很多的基督教國家 他們呢 就互相殘殺 那就是說 因為他們就是 之所以有這樣的歧視 歧視國家 歧視別的中派 歧視別的種族 那所以呢 就所以呢 他們很多人死 因為他們這個呢 就是神的審判 在救藥那裡有神的審判 但是呢 就是 當他們是被殺之後呢 有七個人 就是呢 有七個人呢 就代表完美 那就是他們 掉在木頭上 他們掉在木頭上 那之後呢 那一天呢 就是耶穌 復活升天的日 那這個呢 就是 All talking about 就是講耶穌 講耶穌 就是耶穌可以救我們 其实他们扫罗那时之所以是这样做的 就是想说是吞以色列人和犹太人 以色列人和犹太人他们都歧视 所以就审判他们饥荒 然后后来要与这件事 就是他们要血债 血债就血偿 另外一个例子 另外一个例子就是说基电 基电就是那300个人 他就是追那些米电的兵 追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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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追 然后他过了这个弹河之后 他们就仍然是死追 就是他们就是一直就算累 他们都追 然后他们就 就有这个故事 他们就去梳葛那里先去梳葛那里 去梳葛就问他们拿饼 因为他们说我们很饿 300人我们已经走了很久了 我们现在追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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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追 我搞定了那两个王的时候 我回来找藤晓打你 希殿后后就去另外一个省 第一个就梳葛 第二个就是Penniel Penniel就是同样也是这样的答 所以他因为金义古 他就说我日后回来的时候 我要拆你的楼 一个就要打他们 一个就要拆他们的楼 OK 那就是一个梳葛一个Penniel 那我读给大家听 就是八章十三节开始 约阿斯的儿子基殿 就由希腊斯坡从镇上回来 捉住梳葛的一个少年人问他说 梳葛的首长长老是谁 他就将首领长老77个人的名字写出来 基殿到梳葛对那类的人 你们从前基少我说西巴和萨姆那已经在你手里 你使我们将柄跟随你的皮革人 现在西巴和萨姆那在这里 于是捉住那城内的长老用野地的藤条 经级拆打梳葛人 又拆了比鲁哈勒的楼 杀了那城里的人 你看看他们两个都是犯同一个罪 他们两个都是犯同一个罪 但是结果不是很相同 第一个就是梳葛他就是要与那些令囚 与那些令囚一共有七个长老 那么就稳团跳打他们 那都没有死 但是呢就都是受罚受審判 但是另外那个呢 去到平尼比鲁哈勒那里 伊勒的那就是不是了 又是弄坏他的楼 然后杀了所有人 那为什么他有两个的就是两个的审判呢 两个不同的 同一种罪 但是两个不同 因为梳葛呢 梳葛呢就是那个棚 就是汇莫 就是那些帐篷就是那些tent 那就是后来呢 就梳葛呢就是代表神的帐篷 那就是代表新药 新药就是说他们是信新药 因为将来我们是就是就是和神 就一起和我永远就是同一个 同一个帐篷同一个家 同一个kingdom 但是比鲁伊勒呢 不是不是说那什么呢 是说九药 一个是新药 一个是九药 新药那个呢就是那些长老会被佛 那些领袖会被佛 就是好像在末世教会的时候呢 就是那些领袖 他们呢就主意就说我要套你出来 套你出来就是说那些长老 就是那些长老的 他们呢就不肯望耶稣 所以他们的态度呢就是就是说要人家有 是reward 这次长老的嘛 所以那些是领袖错了 那所以神呢就罚领袖 但都没有死 因为他们是是新药的人 新药的人 但是呢在比鲁伊勒 但是平鲁伊勒呢就不是了 平鲁伊勒呢就是救药的 救药的 平鲁伊勒呢就是说 哦我们看耶稣 看耶稣 看主的 但是看来看去看不到的 那么所以呢 那所以呢 他呢就是 那裡跟舊藥的就是什麼呢 房子就倒了 還有人就死了 因為你跟舊藥 跟舊藥 這是一個長話 但是這個是另外一個故事 所以教會有很多是跟舊藥的事 這個是一個麻煩 然後另外一個就是基田 這個就是 其實就是那個預預節 今年我們播放節就是 月底就來了 很快就是good Friday 首晚節 就是紀念預預節的故事 那就是我就讀給大家聽 那就是 出一句十二章 就是有輪廁 要留到本月十四日在黃昏的時候 以色列傳媒中就把羊糕載了 國家要取點血 同在吃羊糕的房屋 左右的門康 上和門尾上 當夜要吃羊糕的肉 用火烤尿 與毛烤餅和夫菜同吃 不可吃生的 不可吃水煮的 要帶著頭 水不撞 用火烤尿吃 不可靜一點留在早晨 略留到早晨 要用火烤尿 你們吃羊糕 當腰間粗帶 腳上穿鞋 手中大掌 在說的吃 這才是說的語節 那因為他們那天 那一晚吃完的時候 他們就跟著 就離開埃及 趕著離開埃及 所以這個其實是 就是語節 其實是講耶穌 講耶穌 Long story 我們今天不講那麼多 Anyway就是有這樣的事 這個新約的經文有雷同 這八流書第十章就說 犯祭和贖罪祭是你不器官的 那時我算 神下我來了為了照你的自行 我的事在經卷上已經記在了 以上說 祭物和禮物 犯祭和贖罪祭是你不願意的 也是你不器官的 也都是按着律發現的 後又說 我來了要為了照你的自行 我見殺 祂是取去在先的 為了立定在後的 我們憑這旨意 靠耶穌基督有一次獻上他的身體 就得意成性 耶穌就是那個凡世 你知道新約聖經 就是那個凡世 就是用那個字就是什麼 就是Holy Consumed Sacrifice Holocaust Holocaust就是凡世 那就是很有趣的 就是他們 就是猶太人 在第二次大戰 就死了很多人 六百萬 就是猶太人是死 那就是他們用這個 就是用這個Holocaust Holocaust 就是他們好像是一個 就是Totally Wipeout 就是Burned to a Crips 就是那個羊 就是變成了Totally Burned 就是一個如月值的羊 就是Burned Offering 就是Holocaust 就是Holocaust Holocaust 就是他們死了這麼多人 但是呢 是耶穌就已經跟我們成就了 就是我們不需要自己去尊養 或者是我們自己要犧牲 這個不需要 那為什麼呢 主其實就已經是跟我們成就了 所以呢 但是呢 那些人不肯相信的時候 他們終於犧牲自己 所以呢 就是在中東那裡 他現在是兩個民族在那裡 Kill each other 他們呢 就是說 噢我們的DNA 我們的DNA 是阿伯羅蘭的後代 一個是伊薩瑪利的後代 一個是伊薩的後代 這樣說 他就說換之是靠自己的DNA 那他們結束 他們自己就是 就是 靠自己的DNA 結束了 就是 打生打死 Sing Frank 就是 就是 第二次大戰 他們 他們的Holocaust 那就是 噢他們不肯相信耶穌 他們就信了自己的宗教 這樣 那結束了 就是他們 suffer Holocaust 那 但是呢 主的意思是 其實是說 我已經是做了Holocaust 我已經是做了反制 是啊 就是 所以 整隻 一歲的 羊 羊背 就是已經為我們死 但是我們的主耶穌 是 他這麼漂亮 是為我們犧牲 這樣說 我們現在快到了聖餐 但是呢 我就想讀給大家聽 露駕 歌音 十一章的事 他說 他說呢 因為呢 凡神 求的 都得著 尋走的 就尋見 叩門的 就吸他門開門 你們中間做父親的 所以有兒子求餅 反吸他石頭呢 求羽反 蛇 當羽吸他呢 求雞蛋 反吸他蠍子呢 你們雖然不厚上者 知道 那厚东西也吸而來 何況天父 喜不近 將聖靈 求他的人 這樣說 那這個呢 就 直接來 就不是講聖餐 但是其實 如果你細心想 這個就是講聖餐 那為什麼呢 你會說 主不會說 我們就走去主的桌子 那你就會說 哦 你有罪啊 我給你一個蛇 或者給你一個病 給你 早點死吧 這樣說 這個就是教會在這裡教 在這裡亂教 因為為什麼呢 這個是講明 就是你在這裡教父親的誓張 就是講話 是你祈求 你要得著 你是尋見 你是由叩門 你就開門 就是主呢 就是愛自己的兒女 那所以呢 我們是不是真是神的兒女 因為聖經說 我們是神的兒女 我們是君尊的祭仙 所以呢 我們現在呢 就是領受的聖餐 領受的聖餐 就是因為為什麼呢 我們是跟聖經的話 我們不是跟宗派啊 是有些牧師啊 有些宗派啊 他們不信啊 他們就說呢 哦 如果你亂吃呢 就會死啊 就是這樣說 你經文就只是說 你信 你信他 你就得 得答 你信他就得答 所以呢 現在我們一起 就領受這個餅 領受這個餅 是祝福我們 OK 耶穌基督 我們多謝你 我現在領受這個餅 這個餅 這個餅已經不像人形 因為呢 主啊 你就為我們是 為我們是 為我們是 你自己 你為我們破碎 你為我們呢 受苦難 受 受鞭打 受是 受是 侮辱 但是主啊 你就是被我們 就是被我們 被我們尋見 是得著 然後呢 就開門 我們現在是 求餅 所以呢 你就是給你自己 給我 然後呢 我們呢 就求魚 求 雞蛋 就是 all this is good food 是 主要我們是 你的兒女 當然你會給我們 是祝福我們 醫治我們 幫助我們 是感謝你 我們現在呢 一同領受 OK 多謝你 你為我們抹開 by your strength 你會癒 得到醫治 得到祝福 得到幫助 得到平安 In Jesus name Amen 主啊 多謝你 因為 你在門外叩門 我們開門 我們在門外叩門 你就開門給我們 我們 我們開門見山 我們多謝耶穌 主啊 這個時候 我們又多謝你的杯 是的 杯是 你為我們 是灑血 是洗淨我們 讓我們 是能夠 boldly come to the you know phone of grace 是 得到隨時的幫助 我們感謝你 我們就是領受這個杯 因為我們現在呢 就是 已經是 有主 有天父 你的愛 是主為我們 洗淨 所以我們呢 就已經是結成 是 用你的血 和你的水 幫我們結成 是讓我們能夠 去到 詩恩座 得到祝福 是的 有主的公義 直到永遠 Amen 哇 OK 我們現在結束祈禱一下 主耶穌 我們真是感謝 讚美你 我們多謝你 主你愛我們 是為我們社記 我們一樣 就是靠你 望你 是祝福我們 是 在這個時候 我們也見不到 所有的觀眾聽眾 是祝福他們 是給他們 是得到幫助 得到安慰 是 得到主持的平安 是呀 給他們得醫治 得到是保守 得到是公給 是呀 主要來幫他們 是呀 給他們無論在哪個地方 在哪個國家 在香港啊 台灣啊 中國啊 日本啊 或者是加拿大 或者是美國 是呀 所有世界的其他地方 祝福他們 幫他們 得到隨時的幫助 也都是祝福他們的家人 是呀 給他們無論在什麼時候 在未來的星期啊 在未來的幾個月啊 他們聽到這些話 都是得到完全的祝福 是呀 今年每天的日子 他們無論在哪裡 是呀 在什麼時間 在什麼空間 都是得到主 你自己幫助 祝福保守 是呀 還有祝福他們的家人 我們感謝你 In the name of Jesus Christ Amen All right 我們現在就結束 我們下次再見 祝福保守你們 Amen Amen